AV女優是指日本专门从事小电影演出的女性演员 在日本,AV女優是一种职业 但是选择这份职业需要面对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 大家好,欢迎收看巧妹讲电影,我是巧妹 今天我们所讲的电影《女優的告白》 就详细地向我们展现了女優这一特殊职业 故事由几个女性的故事穿插而成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她们的故事 第一个女人名叫美岁 是一个35岁的家庭主妇 她和丈夫阿剑结婚很多年了 但是她们并没有孩子 也许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的感情逐渐变淡 她们再也没有了热恋时期的激情了 阿剑甚至以工作繁马为理由和她选择了分房睡 有一天早上,她去阿剑的房间帮她打扫卫生 可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突然发现阿剑的桌子上竟然有小电影光碟 美岁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她不明白为什么丈夫宁愿看这种电影来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 也不愿意碰自己 所以吃早饭的时候 她向丈夫表示自己想要过夫妻生活 可是丈夫就让她不要再一大早说这种话题 而且丈夫还找了各种理由拒绝了 并表示自己只想有个孩子 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随即就转移了话题 早餐在尴尬的氛围下结束 美岁越想越心里不是滋味 在别人眼里自己从小到大都是温柔贤淑 懂事听话 是外人眼中的好女人好妻子 可是自己心中的苦闷却无人诉说 她不明白为什么丈夫对自己没有了兴趣 她想到丈夫桌子上的小电影光碟 她想 如果自己也是像电影里的女演员一样 出现在屏幕里 丈夫是不是就对自己感兴趣了呢 想到这里 她来到了一家影视公司 应聘女演员这份工作 负责任让她把衣服脱掉 先拍一个视镜视频 她感到很尴尬 可是最后还是同意了 第二天 她来到医院看望病重的父亲 突然接到电话 告诉她她被录用了 并且让她次日前去拍摄 美岁的心中五味杂陈 第二天去拍摄之前 美岁向阿剑谎称自己要去海边玩 她希望阿剑能够多问几句 最好拦住她不让她去 可是阿剑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冷淡的表示自己知道了 美岁还想给阿剑一次机会 就对她说 其实聚会也不是很重要 如果她想让自己留下来 自己就不去了 可是阿剑并没有挽留 只是说她每天照顾岳父 应该辛苦了 应该出去玩一玩的 天堪让丈夫说 祝挽留的话是不可能的 美岁只好心情沉重的出门了 来到拍摄场地 由于是第一次拍摄 美岁很放不开 先好剧组的其他人都对她很不错 拍摄结束时 美岁坐在一边休息 同行的男演员来在她身边 告诉她不用紧张 慢慢的就好了 自己刚从事这份工作时 也是这样的 但是把它当成一份普通工作 认真完成就好了呀 虽美看到旁边正在玩耍的一家四口 突然放声大哭 如果自己也家庭幸福 儿女环绕 是不是就不用做这种工作了呢 有一天 美岁正在拍摄的时候 突然接到姐姐的电话 说父亲去世了 美岁来到医院 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 她很后悔 而这个时候 姐姐告诉她自己怀孕了 美岁很为姐姐高兴 可是姐姐却告诉孩子 不是她姐夫的 是她和别的男人的 但是她并不想打掉 因为这个孩子 是在父亲昏迷的时候怀上的 她觉得这个孩子是父亲的转世 她怕打掉 孩子父亲会不开心 说到这里 姐姐对美岁说 我不是个好女人 我孤如你贤惠 美岁想到自己做你院员的事情 连忙否认了 称自己并不是很贤惠 更不是一个好女人 回到家后 美岁突然拉着阿剑 说想要一个孩子 看着返床的美岁 阿剑为她怎么了 美岁还是忍不住把自己做你院员的事情告诉了阿剑 阿剑接受不了 她不知道应该怎样解决这件事 更不知道怎样面对美岁 于是她决定在处理完美岁父亲的葬礼后再来处理这件事 美岁伤心的大哭起来 她问阿剑为什么不骂她 不怪她 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冲淡她内心的罪恶感 第二个女孩名叫采乃 她做女演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突然有一天 她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妈妈不知从哪里知道了她做女演员的故事 就打电话来质问她 为什么要做这样丢人现眼的事情 第二天 采乃的妈妈和妹妹来找她 在妈妈的笔吻下 采乃终于承认了自己做的事情 妈妈知道后问她 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为什么会去做这样一份工作 而妹妹看着她的眼神里 充满了鄙怡 不仅如此 妹妹还出言嘲讽 而妈妈则问她 到底是缺钱了还是被人胁迫了 她让采乃把工作辞掉 可是采乃不肯 怒不可恶的母亲狠狠地打了采乃一巴掌 采乃忍无可忍地跑掉了 她来到酒吧 遇到一个杂志社的编辑 他们聊得很投机 男人觉得每个人都有轮回 如果人这辈子过得不幸福 那么下辈子就会弥补这辈子的遗憾 成为一个比这辈子更好的人 采乃听到后 说也许这是我第一次做人 晚上 采乃回到家后 看到了妈妈留给她的一张纸条 女儿 如果有一天你累了 就回到妈妈的身边来 妈妈永远是你的港湾 看到纸条的采乃 飞快地跑去乘战找妈妈 找到妈妈后伤心地质问她 自己应该怎么回去 自己已经回不去了呀 并声嘶力竭地大喊 这只是自己的一份工作 妈妈没有说什么 只是温柔地把采乃抱在了怀中 第三个女孩名叫小采 她是在六岁的时候 和母亲一起来到外婆家的 在此之前 母亲已经离开家十年了 突然地回归 让小采的外婆不断地询问她 小采是谁的孩子 孩子的父亲呢 小采的妈妈告诉小采外婆 孩子的父亲 已经在小采出生之前就分手了 随后并不想搭理外婆 睡觉去了 小采六岁以后 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外婆生活在一起的 她不喜欢妈妈 因为妈妈经常三天两头的不在家 就算回来 也总是醉醺醺的 小采让她找份工作 也被她拒绝 表示自己可以继续啃老 因为姥姥还在工作 而小采的父亲 她从来没有见过 我外婆的时候 外婆就会说 这个家里没有爸爸 但是除此之外 小采非常的优秀 她长得漂亮 还会画画 也有个爱慕她的男孩子 有一天 小采的同学们收到一条讯息 说小采的母亲以前是拍小电影的 并且在拍小电影的时候 缓上了小采 才不得不生下来的 爱慕小采的男生很担心小采 而小采听到这个消息 一下子晕倒在地 身边的朋友总是冷藏热讽她 只有爱慕她的男同学 给她发短信 让她不要太难过 不要太在意她妈妈的事情 而小采找到了妈妈 问她年轻时 是不是拍过那种电影 妈妈回答说 你知道了 不过 这是在生下你之前拍的 你现在是不是更讨厌我了 小采没有回答 继续问 我是在你拍片的时候 不小心怀孕 才生下来的吗 这次妈妈没有回答她 而是说 小采比她幸运 就离开了 小采去找外婆 责怪她没有管教好女儿 所以妈妈才是那样的性格 才会去做那样的事情 外婆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只是告诉小采 自己以前也觉得自己不幸福 可是有了孩子后 就不那样想了 我觉得你的妈妈也一样 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小采生气的质问外婆 等你们长大了就明白了 等你们做了妈妈就明白了 为什么你们大人只会这样说 这时妈妈走了进来 第二天 小采来到美慧的家中 原来小采是美岁爸爸的女儿 知道美岁爸爸去世了 小采妈妈才把事情告诉了小采 美岁说 自己也知道小采母女的存在 只是 他们在小采出生前就离开了 小采还是不肯原谅母亲 她对美岁说 一定是一位妈妈去拍小电影 做林远远 所以父母才会分开的 美岁想到自己也去做林远远的事情 就没有正面回答 她想 也许小采的爸妈 也是自己以后的人生写照吧 本片是以类似窥视者的视角进行拍摄完成的 大多数镜头都是在洋拍或者俯拍 而且镜头总是在移动 仿佛不愿让自己被片中人物发现似的 台词上不方言也不古语 但是语调上还是老电影的范儿 仿佛想告诉别人 这不是在讲故事 这是在偷窥别人的生活 总而言之 算是一部具有实验性质的日本新浪潮电影 有兴趣的可以去电影完整版看一下 好啦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妹 点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